大家好,第三隻眼睛帶來看世界。 古人說天人感應,人類社會出現的巨變 必然會在天象顯現出來,用來警示後人。 今天我們就繼續和大家聊聊剛剛出現的天象、異象。 最近,大陸多地繼續迎來雨雪天氣,河南、河北、 山西多地落線形狀像米粒大小,有網友氣清落了一場乾燥製, 有些說好像洗衣粉,有些說好像化肥。 2月20日下午,山東河澤落雪線。由於溫度過低,部分路面結冰, 走過的車輛紛紛打開雙閃,慢慢行駛,路人也明顯減少。 當日傍晚,山東青島也落了線。有網友說, 打落臉還有點痛,以前沒見過。 中國多地落線的影片在網絡熱傳,有網友表示, 當地方言說,線落鹽粒子,線後一定有雪。 還有網友表示,第一次知道這個天氣現象。 2月20日,也就是正月11日。 中國江西,湖北,河南,山東安徽多省多地出現雷打線和雷打雪異象。 軍民說,據雷聲響和閃電同時出現,整個天都照亮。 雷響不停,全部經天炸雷。 民眾留言擔心,雷打雪顯示著有災難降臨。 有網友紛紛留言說, 我都聽到,還有閃電,百年不遇雷打東,十個牛欄九個胸。 千年不遇雷打雪,十鐵九方人吃鐵。 老年人說,春天雷遍地賊,今年看來不好過了。 說不定還有戰爭。 龍年是災年,冤架錯岸多。 我媽說正月打雷,寓意不好。 我們這一邊,今天打雷,要嚇死人。 昨晚的雷聲閃電真是超級嚇人,根本沒有停過。 全部驚天炸雷,邊打邊下洞雨。冰雹。 最後面上再下了層厚厚的雪花。 很多網友擔心雷打雪預視著災難,看來這個擔心也不是沒有道理。 自古以來,雷打雪被認為是不祥之兆,特別是雷打線,更是兇險。 天宗記卷三說,雪線兆空,意思是說,雪線是兇兆。 據宋書記載,晉安帝元興三年正月夾身,天降線雪又響雷,雷線不應該同日,失節之應也。 二月,移兵起,圓敗,意思是說雷和善不應該在同一日出現,否則就是違背哲令的應兆。 二月,移兵起兵。東進將領,劉豫土佛,散盡的緩元,最後緩迎兵敗被殺。 古語說,雷打雪,屍片爺,正月打雷遍地墳頭,正月打雷黃土堆,雷打雪,十七九空。 意思就是說,出現雷打雪或正月打雷的異象,預視著將要遍地死人的大災降臨。 下面我們再來看另一個異象。 龍年的正月,除了雷打雪和雷打線之外,2月20日正月11日這一天,陝西西安還出現了凍雨天氣,導致高架橋路面結冰,變成流冰場。 幾十部車因殺車失靈連滑雙撞,車輛損壞嚴重。 據曝光的現場影片顯示,一座高架橋道,大量車輛發生碰撞停駛, 後面不斷還有車駛來撞一團,現場一片狼藉。 有目擊者網友講述事情的經過,在巡嶺隧道附近的錦葉路西山環路口。 因為凍雨的關係,路面變得很滑,高架橋變成流冰場。 車開起來都打轉,其中一部車嘗試殺制,但車就完全不受控制,就這樣一部接一部的車撞在一起。 該網友說,現場至少四十幾部車撞到七零八落。 截至2月21日下午,當地沒有通報在這一宗連環雙撞事故中人員傷亡的情況。 指稱車輛的損壞程度嚴重,很多車輛被撞到面目全非。 聽說,今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凍雨造成露面結冰,令車輛失去控制所致。 而大概是半個月前,正當中國人都在準備回家過年的時候, 貴州中東部,重慶東南部,湖南大部,湖北東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南部山區,浙江西南部山區等地,才出現罕見的凍雨天象。 當時就有網友形容整個武漢凍成一個冰塘活佬。 眾多返鄉過年的民眾被困在公路、車站和機場。 有網友說,至少幾十萬部車被困在湖北、河南、湖南高速公路道,無活無助。 無得食、無得飲,只可用雪解汗,燒樹脂取亂。 而這場災難也被網友形容為回家餘、盜劫。 這些被困在高速公路的翻鄉民眾。 有些面臨整架車的牛即將被餓死局面。 有些將帶回家的年貨吃到清光。 還有些凍傷臥魂。 有些已經熬了六天午夜情緒已經到了崩潰邊緣。 至於這些受災人群後面是如何脫困呢? 我們亦無從得知。 而就在距離年前這場凍雨只有半個月後, 一災未平一災游離中國多地又迎來凍雨天象。 按照中國古人的天人感應。 凍雨這種現象是異常天象, 並且將之視為同瑞星。 日蝕一樣的御兆。 由於凍雨營結包括在樹架表面如甲袖。 故被古人認為是刀兵之象。 除此之外,在中國民間還流行一首歌謠。 墨樹架達官帕民間認為 凍雨為某達官貴人的去世或騙運的徵兆。 因此過去做高官的人都很怕這個異象。 凍雨在中國古代被稱為木兵。 看書記載春秋時期,成功16年,正月與有木兵。 西漢經學家劉陰認為, 兵是由於陰氣太盛而木屬少藥, 象徵著大臣、公卿、大夫等顯貴。 如果這類人將有災禍, 陰氣就會脅迫樹木、木先寒,所以與而兵。 那麼在2月出現的兩次凍雨現象又預視著什麼呢? 2月,看來是很特殊的月份。 老天除了下凍雨、雪線、冰針、雷打雪、雷打線之外, 還有青蛙提前結束冬滅,一片蛙聲齊名。 古人若天垂象見吉空,天地人相互關烈,人中要發生什麼大事, 天必垂異象以示人,地必貧生亂象以認天象。 所以當異象、天象出現的時候, 都預視著人間將有大事發生。 歷史上,失德的當權者,在滅亡前都有異象發生。 漢朝漁學大師董仲舒曾說,天象的變化與人間的事情是互相回應的。 國家因失道而將敗亡前,上天會以天災異象來譴責警示。 元朝官員劉吉讚寫的《北巡師記》 就記載了元朝滅亡過程中發生的山崩、地震、暴雪、封鎖等異象。 在元史至第十七下《賀缺三》中還記錄了一首預告著元朝滅亡的童謠。 這首童謠說,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返。 當時黃河兩次缺口,洪水侵入大運河及河北。 山東的曹斯葉祥,河患被百姓帶來巨大災難, 也嚴重影響朝廷的財政收入。 於是朝廷調集26萬民工致李黃河。 打算半年左右將河水勒回故道。 結果,民工在智里黃寧江發現了一個獨眼的石人, 背後刻著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返。 十四個字。 正好與當時民間流傳的童謠相吻合。 獨眼的石人的消息很快傳遍大河上下, 大家都以為天路人怨,元朝氣數將盡。 自靜十一年,韓山和劉福通率先舉行返元大旗, 中越農民風起活應,成為元朝滅亡的一根導火線。 英國通靈師派克在2023年10月28日和2023年11月4日的兩次預測中, 他都提到中國,關於中國的未來結局。 派克說中國將發生第二次革命,最終會內部崩潰, 中國共產黨會走向終結。 派克說我見到中國最終會再次分裂成為多個獨立的小國, 例如西藏獨立、香港獨立,就好像今天的歐洲那樣運作, 作為友好的國家聯盟。 那麼中國的未來又是怎樣呢? 這些天象異象是不是在預視著中國又要經歷什麼大事呢? 我們拭目以待,一起見證中國的大巨變。 好,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我們下次見。